学生时期需要面对许许多多的考试 想要获得好成绩 除了努力念书之外 坊间也流传着一些药物 据说使用后可以变聪明 我有听过 信力是一定会有的 也会希望自己成绩好一点 有啊 就是感觉是蛮神奇的东西 但就是之前也没使用过 那如果它不上身的话 也许我会想吃吃看 但这些被称为聪明药的药物 吃了之后真的能够让人变聪明吗 事实上没有所谓的聪明药 应该是指我们一般用来治疗 那个专注力不足过动的ADHD 还有一些所谓嗜碎症的用药 它对于智力的提升是没有帮忙 所以它并不是一种聪明药 其实这类药物是用来调节 大脑的神经传导物质 让原本缺乏多巴胺 正肾上腺素或血清素的患者 能够趋于正常 但若用在一般人身上 就可能导致身体不可逆的危害 你并不缺乏多巴胺 也不缺乏正肾上腺素的时候 药物就会出现一些负重 比如说它会让你血压上升 心跳加快 所以有些人他就会出现一些焦虑 头痛甚至失眠的现象 所以长期不正当的使用 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会有危害的 因此当出现专注力不足 影响学业成绩时 千万不要随意以身试药 还是要咨询专业的医疗人员 避免误用小聪明反而伤身 大爱新闻 黄欣妍 庄国雄 柴小娟 台北新店报道